二条晚安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看的是 美国果然又升息了 虽然现实上是美国的通膨已经大幅降温 在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放缓到3% 是两年新低 但是周三利率会议落幕之后 联准会主席鲍尔依旧宣布升息一息 那么这也将基准利率推上了22年的新高 鲍尔紧接着表示 今年是不会降息了 就连会不会在九月份继续调升利率 其实联准会也与代保留 意思是不无可能 来关注一下美国现在的高利率 休兵一个多月后 美国联准会再按下升息键 周三联准会主席鲍尔宣布了 17个月以来的第11度升息 将基准利率推上95.25%到5.5%的区间 创下2001年以来最高水准 鲍尔不只保留后续调升的空间 更交习市场对于今年降息的期望 鲍尔也认为 联准会能够在不出现严重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膨 美国经济数据的韧性有多大 看看最近期的美国六月通膨 已经大幅放缓到3% 创下两年来的最慢增速 对比去年六月 还高居40年新高的9% 联准会目前仍然认为经济成长速度太快 生怕回不去通膨目标 住院市场还依旧火热 成了联准会无法收手的原因 加上失业率还处在历史低点 这本该是令人庆幸的数字 在此刻成了阻碍 联准会的利率决策 无论是暗命不动还是继续调升 债务人都将是受冲击最大的一群 从车贷 学贷 信用卡利息 以及正在申办房贷的购物一组 尤其美国三十年期抵押贷款利率 自六月以来就持续处在近7%的高位 让最新出炉的美国六月新屋销售 比前一个月下滑了2.5% 显示购物民众越来越重视 有没有负担的能力 然而屋主们的压力还不止如此 威斯康星中中部这座城镇 最近打算让居民自行负担 录灯的使用费 依据住宅 工业和商业用地 来共同分摊一年约25万美元的 录灯电费 周四 美国商务部就要公布 全美第二季GDP的首次预估 市场普遍认为会温和成长 再加上联准会的升息宣言符合预期 带动周四的亚洲股市几乎全面收高 周三的美股除了要消化联准会的决策 还频频接招重量级企业财报 三大指数在多空消息交错下 中场几乎持平 脸书母公司Meta预测第三季营收 由于预期带动盘后股价上涨1.4% 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费于广告收入反弹 第二季财报超越分析师预期 激励股价大涨5.5% 飞机制造大厂波音也传出捷报 在产量增加带动交货量提升后 第二季业绩超出预期 股价冲上18个月新高 波音宣布捐出近100万美元的奖学金 以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人来当机师 目前在美国 高达95.7%的职业机师都是白人 并且九成都是男性 TVS宣布报导